三国时期,曹操为何要用唯才事举招揽人才? 那么多有才能的人,最后聚到他的会下了,唯才事举。 是怎样的事情,会让曹操大意灭亲? 他究竟如何以法治国? 曹操一怒之下,拿这五色大棒,把这剪图就活活打死。 是英雄还是金雄?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曹操? 要是我来评价的话,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一个英雄。 蒙曼,诸九英雄华操操。 文明之日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子已令诸侯,阴险毒辣的曹操。 然而很少有人会意识到 曹操一生文韬武略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政治家 军事奇才和诗人 他一生积蓄力量 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三国争雄时代 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曹操的成功离不开众多人才协助 这一点让拥有诸葛亮的刘备 和拥有周瑜的孙权也都无法契机 而为了招揽英才 曹操曾三次昭告天下 只要是人才 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可以被重用 那么曹操为何要发布这样的求财令 在这背后到底又隐藏着哪些深层次的意义 那么多人有谋略有胆识有武艺 为什么曹操他独独能够平定北方 您刚才其实已经说出诀窍来了 那么多有才能的人 最后聚到他的会下了 为财是聚 曹操在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命令 特别的得人心 就是求财令 他在奸安年间一共发布了三次求财令 这个求财令今天让我们感觉写的有点过 说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只要你有才能 你就到我这里来 不要让任何人因为你私生活的一些这个污点来屏蔽了你真实的能量 我一定会为财事举给你机会 这是真事啊 真事三次讲这个话 那这个就是他有才无德的人他也招来 嗯 其实这事就得分析分析了 曹操为什么要讲为财事举 道理在哪 曹操有一个著名的说法 这叫做至凭上德行 有事上功能 战乱年代 有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先找那些能办事的人 就是汉朝末年 这个什么叫有德 这事已经越来越不靠谱了 那那是一个礼崩越坏的年代 没错啊 这个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莲复别居啊 那就是那时候传出来的歌谣啊 说我们大家都说我们要孝 要孝顺的人 要廉洁的人 而且要有学问的人 有学问的人 最后他装着有学问 实际上呢 真正一考试啊 他连字都不认识 说他特别孝顺 结果呢 他爸爸跟他住的离二百里地呢 从来没有一次去回家 看望看望他爸爸 道德已经虚伪化了 所以呢 他想秉除人们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些疑惑 当然还有一个补充 曹操 你看他怎么用人 比方说 他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谋士叫郭嘉 郭嘉呢 当时就是有点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后来呢 一听曹操为财事局 跑到曹操这来了 曹操手下呢 还有一个管 相当于现在组织部长吧 管官员 选拔任命的人 叫陈群 这个人特别有道德 就看不起这个郭嘉 他老到曹操这告密 曹操怎么办呢 曹操一方面跟陈群讲 你做的对 你管组织工作 我放心 另外一方面 他跟郭嘉讲 你虽然有一些小的道德上的污点 但是我愿意赏识你质谋上的这个能力 还请你接着帮我做事 他有原则 但是又灵活 所以我觉得为财事局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命题 这得跟很多情况放在一起来考虑 跟汉朝的这个末年的道德虚伪化 放在一起考虑 跟曹操想要在人才之外 在公认的人才之外 延览其他的人才有关系 跟互相挖墙角有关系 还跟什么呢 跟把人才拿过来之后怎么样用人 这个后续补充政策有关系 从这些综合的角度再来考虑为财事局 我们才知道 他要的不是真正的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之人 事实上他恰恰是延览了好多 可能方方面面有点问题 但是总的说来 在大劫不亏的这样的人 但如果说有人背叛了曹操 他对这样的人的态度 人才啊 人才背叛了自己 他是什么态度 杀 直接杀 所以说人才政策很奥妙 如果有人背叛自己怎么办 其实我想在战争状态下 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 曹操这个打官渡之战 打袁绍啊 其实是没有太多底气的 为什么没底气呢 袁绍有十万军队 曹操有一万军队 十比一已少 战多 是很可能打不过的 而且袁绍当年也是谋臣如云 猛将如雨 曹操这边呢 是越打越不行 而且当时已经打了一段了 基本上没有赢的 这个时候 曹操这边军心就特别特别的不稳定 不稳定到什么程度 他手下的一些文臣武将 纷纷就给袁绍写信 什么意思 打前战 现在我是在曹操 但是有一天我要输了 我还可以到你那边去 有这样的信就出来了 提前的给自己找好后家 留后路了 对 然后结果呢 曹操把袁绍打败了 到那去 一下子 这些信赫然在目 一个信封摆在那 一个人民在那 当时大多数人给他建议是什么 两军交战之际 千万容不下这样三心二意的人 所以拿这个信一个一个来按名单点人 然后按名单杀人 曹操怎么办呢 曹操一把火把这些信全烧了 他说什么 他说呀 袁绍太强大了 我跟他打仗的时候 我心里都打鼓啊 都在疑惑呀 都老想着给自己找后路啊 何况我手下的将士们 所以这个怪形式 不怪大家 所以不予追究 都烧了 可见从这个时候啊 这个曹操 我们看到他的文人 还是有非常宽容的一面 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 对 一方面是宽容 一方面这叫什么呀 这叫聪明 为什么呢 人太多了 有一个叛徒 你把这叛徒抓起来 是对的 如果你一共有100个谋士 有80个叛徒 这时候你要都抓起来 你的这个势力 可就大大的减弱了 所以怎么叫用人不宜 这里头很多名堂 我觉得曹操啊 我们既不能说他小肚鸡肠 也不能说他宽容大量 应该说呢 他拿捏这个肚 拿捏的好 你看在曹操 用这样的方式 求贤若渴 昭示天下 也确实招揽了 很多天下的英才 汇聚在他周围 但是有一位英才 在历史上记载很多哈 不论是威逼利诱 他心里一直是 记着自己的主公 这个人啊 就是观公观羽 太对了 千里走单济 这个也是曹操的 永远的一个心痛 怎么都没有办法 收买得了他 这也是曹操的一个用人之道 很有趣 曹操爱观羽 那叫英雄爱英雄 惺惺相惜 很早就喜欢观羽 那在歼四年的时候 就把刘备给打着跑了 跑了的时候呢 这个观羽没能跟上去 观羽被活捉了 观羽被活捉 那曹操就让他 你在找不到主公之前 你先跟我这干 跟我这干 干得也挺好 然后呢 他就非常希望 观羽接着给他干 然后观羽怎么说的 观羽说呀 曹公确实很好 可是呢 我有我大哥呀 我已经跟我大哥讲了 我永远不背叛他 所以呢 我不可能一辈子跟着曹公 但是呢 曹公对我这么好 我呀会报答他的 怎么报答 后来就是打这个袁绍的时候 观羽干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事 就是展颜良 提马展颜良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 叫展颜良诸文丑 就是袁绍手下最有名的两个武将 但是他展颜良之后 曹操其实也知道了 他原来说他要报答我 他现在已经报答了 估计是要走的时候了 要走怎么办 曹操呢 其实还想挽留 他给了观羽好多好多的钱 演绎的时候把就是上马一批金 下马一批银 给他好多好多的钱 然后观羽怎么办 观羽是把这些钱原封不动 给他封到这儿 然后千里走单济 去追自己的主公了 那这时候曹操还怎么办 曹操如果要是 真是特别歹毒的一个人的话 可以追呀 那边毕竟是一个人的 他组织一个军队去追 那还有追不上的道理吗 但是他没有去追 他跟那些要求去追的将士讲 人各有志 这是什么 这还是人才政策 就是人才政策看怎么用 这也叫爱财 而且也叫给自己留后路 就是人呢 你要知道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只认识你一个人 都为你所用 如果这个人坚决不为你所用的时候 你怎么办 你有几种办法 第一个强人所难 你心不在这 你这壳 去你的躯壳 我也得留在这 还有一种办法是 杀死一个人 对不对 杀死一个人绝后患 还有一种办法 像曹操这样 我大度的让这个人 追随自己的内心 他为什么这么办 这也算是一种收买吗 这算是一种收买 收买的是谁呢 不仅仅是关于天下英雄 英雄是要自由的呀 如果说一个英雄 你让他感觉到 你只要跟我搭上关系了 你就再也没有自由了 那很多英雄可能就不再看好你了 而且呢 这个英雄 他要投奔他大哥 那叫什么 那叫义 你要杀死一个义士 天下人认为你是一个不义之人 你在道德上就破产了 所以呢 放走一个关羽 收获了是更多的人心的 也是人才 曹操文物双全 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印象里面 是这个曹操就很多疑的 那么一个人 但是他真的这个历史 这真正的事实上 他是真的那么多疑吗 好 历史上是不是多疑 其实三国这三个主公 就是曹操 孙权 刘备 里头按照三国志的记载 谁最多疑 孙权最多疑 孙权为什么多疑呢 其实一方面是性格 另外一方面的 他手下大家族太强悍了 就是能够取代他的人 好像也挺多 所以的他老有点不安全感 其中谁最不多疑 其实曹操是被认为最不多疑的 当年这个他打袁绍的时候 这个这个寻优 寻遇他们输职 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能打胜 为什么你一定能打胜呢 说你这个人呢 有一点是袁绍永远比不了的 是什么呢 他们说袁绍这个人 外宽而内计 外面好像很宽容 但实际上内心非常的 客气 非常的 这个孝心 所以呢 他不可能真正的 让人发挥自己的才华 他是用人 就疑人 所以他只能是认人为亲 相反说曹操完全不一样 是外简而内明 外面对你也是很简约 很一般的样子 但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明白 所以他能够做到用人不已 用人不已 所以他才能认人为贤 说就凭这一点 你也一定能打败袁绍 事实上刚才我们也看到 你想这个这个脏霸 那是他的刚刚投降他的 他就让他守清徐之地 守他最重要的根据地 他怎么不怀疑这个人会趁乱造反呢 我觉得曹操啊 他不宜在这个不宜在哪里 他这个人内心非常的明白 他明白什么呢 他明白乱世之中 所有有才华的人都要找民主 他内心认定自己是一个民主 他相信这些人一定会来投奔他 一定会带着一颗很真诚的心 要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老师你好 曹操他是怎么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培训 那么历史有没有记载 他的一个什么师傅啊 或者一个老师啊 历史上记载 曹操特别喜欢读兵法 兵不厌诈 他可能有些很狡诈的事情 也是学来的 而且曹操还给这个孙子兵法做过注 就是魏武帝驻孙子兵法 当时这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书 还有一点呢 更大的课堂 更多的老师是什么 更大的课堂是社会 更多的老师是他对手 实际上曹操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纷乱的一个时代 汉朝崩溃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势力崛起 后来我们知道三国演义 未属无三国 那是大浪 大浪淘杀剩下的事情 那其实当时各种各样的割据力量有十好几支 曹操跟这些人运筹帷幄的过程中 跟这些人决于死战的过程中 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曹操为何要重金搭救蔡文基 他对中国文坛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 蔡文基那是文不文武不武 他也没有什么质谋 但是他有什么 曹操是爱护人才 还是极度贤朗 杨修到底为何而死 三国志啊 他说杨修之死跟这事没有太大关系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曹操还是一个文学家 还是一个书法家 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和地位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看 他的才华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曹操就没有贱安妻子 因为贱安妻子 你不管是孔荣 还是陈林 还是英畅 还是徐干 还是等等这些人 这七个人 他们全是曹操的手下 是官员 对 一方面他们是曹操手底下的官员 政治家 一方面他们是贱安文学的引领者 这些人本身就是曹操 把他们凝结在一起的 这是一回事 另外呢 说到贱安文学 不可能不提到另外一个词 叫贱安风骨 什么是贱安风骨 就是慷慨悲歌 就像我们知道的曹操的那些诗歌那样 短歌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避如朝露 去日苦多 凯当以康 忧思难忘 何于解忧 唯有杜康 太有趣了 贱安之事 都有一种人生的短促感 人生太短了 短到什么程度 短到像早上的露水一样 对 但是这么短的人生 应该有什么意义 其中一个意义就说了 是不是喝酒的意义啊 人生太短了 忧愁太多了 我要喝酒啊 是不是真的只有喝酒这个意义 其实后来曹操自己给否了 真的唯有杜康吗 没有 他接着讲了 惊情此尽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淫至今 然后最后归到哪了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喝酒不能解决人生短促的悲凉感 真正能够解决人生短促的悲凉感 的是什么 是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大事业应该怎么做 应该合起伙来做 让所有的闲才跟着我一块做 所以建文学第一方面 他有悲凉 第二方面 他有慷慨 就是他不光是讲人生短促 不光是讲那些我不得意的地方 但是呢 他有这个情绪 有这个情绪让我们觉得 他跟我们心很贴近 他有一种很真实的感情 人生怎么这么短 但同时他有一个很高的境界 人生这么短 要干什么 要干大事 干大事才能够对得起 浩渺的宇宙和短暂的人生 才能为这个短暂的人生 赋予一个宇宙一样的意义 实际上曹操呢 还有一些作品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可能经常随口就来 但只是不知道 这是曹操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归随受曹操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还有 东宁洁时 以观沧海 这就是曹操的观沧海 所以这就是建安风骨 它是现实的 它是抒情的 与此同时 它是慷慨的 就是这些建安文学的 这些文学家们 所共有的一种基调 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基调 都是这样的 这基调谁给他们的 曹操给他们的 因为曹操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也愿意为财事局 把所有这些人 弄到自己身边来 然后就形成了 陶冶上下的这样一个气氛 这个气氛让这种风骨得以产生 李白讲蓬莱文章 建安谷中间小谢有情发 建安风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对文学最高的一个评价 有骨头在里头 有风采 有风度在里头 那建安风骨 除了有建安妻子之外 还有谁 建安文学真正的缔造者是什么人 其实是三种人 三波力量 第一波力量 就是与曹操为首的三曹 曹操 曹批 曹植 第二波 建安妻子 第三波 女诗人蔡衍 蔡文姬 这三波人 共同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体力量 就像我们刚才讲 女诗人蔡文姬 她为什么能够加入 这个建安文学这个队伍中来 那她的第二次生命 是曹操给的呀 蔡文姬她爸爸叫蔡雍 那是东汉末年的一个大文学家 大书法家 大藏书家 蔡文姬呢 也是跟她爸爸学了一身的本事 但是后来因为男匈奴过来了 把这个蔡文姬就俘虏了 俘虏呢 到了匈奴的地区 就是现在内蒙古这一带 生活了十二年 如果要是没有人管他的话 就埋没了 这时候谁管他 就是曹操啊 曹操当时刚刚统一北方 也就是说刚刚喘过一口气来 不用天天打仗了 马上就想了 国家需要文学建设 这个天下不能只有打出来 还要建出来 那找谁 向到自己的老师了 啊 蔡庸 蔡庸已经去世了 但蔡庸有一个很杰出的女儿 现在在哪 多方打听 知道她在左贤王那了 在匈奴那了 那马上就派人去接这个蔡文姬 其实匈奴左贤王 原来也没把蔡文姬真当一回事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这个史料证明啊 其实蔡文姬到那出境很狼狈 不是当妃子的 他也不是什么胭脂 他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女奴 跟主人生了两个孩子 可是一旦曹操去找他了 那左贤王马上就拿他来要件来了 你说你来接他 可见他是一个人物 我就不给你 不给你怎么办 最后曹操是黄金千金白币一双 哎呦 这个人质的代价很高 花了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 花了非常大的代价 把蔡文姬赎回来 赎回来干什么 蔡文姬那是文不文武不武 他也没有什么质谋 在军事上 他更不可能跟他打仗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一脑袋记忆 什么记忆呢 蔡庸是一个藏书家 小的时候就教蔡文姬很多很多明篇 很多很多书 那么蔡文姬回来之后 曹操就问他了 说你爸爸当年有很多书 你还有吗 蔡文姬说 没了 没了 但是蔡文姬又说什么 不过我还记得一些 曹操马上让人去 说我拿着 我派人拿着纸和笔 你把这些让他们写下来 蔡文姬说行 我隔着帘子给他们背一遍 这样背出了多少文章 背出了400篇文章 真是一代才女啊 不得了啊 不得了啊 所以蔡文姬对曹操来讲 文化价值是不可限量的 没错 其实啊 一个战乱时期的政治家 军事家 他能这么看重文化的价值 能不能这么看重书籍的价值 能够这么看重这个文化传承人的价值 本身呢 就是自己的这个心胸像海一样 这也是建安风骨 嗯 重视人才 不管是物财还是文财 肯花重金来去解救这些 拥有文学才能的人 但是有一位英才 杨修啊 才治过人 曹操因为嫉妒而杀了他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矛盾的心理 三国志啊 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讲杨修之死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杨修之死跟这事没有太大关系 真正的关系是什么呢 说杨修千不该万不该 卷入人家的太子之争中了 曹操俩儿子最好啊 很多儿子 俩儿子最好 一个是曹丕 一个是曹植 曹丕呢 是年纪大 曹植呢 是非常聪明 所以曹操一直犹豫不决 这两个人也各自结党 那其中杨修就加入了曹植那伙 后来两个人争来争去 争来争去 最终在建安22年 就是杨修之死前两年 曹操终于决定 还是放弃这个文才废然的曹植 立那个比较沉稳有谋的曹丕 那这个时候 杨修就觉得自己的命运以后是堪忧了 所以呢 曹操真正杀杨修的时候 杨修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死得晚了呀 什么意思呢 我可能应该更早就死 更早是早在什么时候 立太子这事定下来 就是建安22年的时候 可是曹操一直让他到建安24年才死 所以他说我死的其实是晚了 那为什么曹操一定都在晚了两年之后 还要再把杨修杀死 其实是因为曹操当时也该死了 杨修之死之后才一百多天 曹操就死了 他觉得他位高权重 怕对他后世的子孙的基建有影响 对 不光是位高权重的问题 杨修一方面是有权利 另外一方面 杨修作为文人 为人比较轻率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杨修是什么人 杨修是曹操的老对头 元树的外孙子 什么意思 他可以交通诸侯 比方说有一天他想谋反 他可以把外界的势力引进来 这个也是曹操觉得很难接受的一件事 所以趁着自己还活着 赶紧把这个人清理掉 所以历史上传说的是因为杨修才治过人 曹操因为嫉妒而杀了他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传 对 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个 我还有一条直接回应您刚才这个观点 要是有才曹操就杀 那曹操杀的人可就没完了 事实上曹操从来不对人的文才 有这么深的嫉妒心 举一个例子 这个建安妻子里头有一个人叫陈琳 陈琳是怎么出道的 陈琳当时是袁绍的部下 袁绍跟曹操打仗的时候 这个陈琳写习文 写曹操的习文 把曹操的祖宗八代挨个给问候了一遍 后来这个袁绍不行了 陈琳又投奔曹操 曹操说你看 你当时你骂我也罢了 你骂我祖宗干什么呀 陈琳说呀 丞相对不起 当时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那曹操怎么办 曹操爱其才 仍然把他乱溢到自己的麾下 仍然允许他发挥他的才干 曹操是一个文武商权的人 我觉得很难得呀 他的这个文才是 老师你觉得他是天赋呢 还是有后期的受过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曹操肯定文学上有天赋 包括他们整个家族 他儿子曹丕曹植在文学上也特别有天赋 另外他有什么 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心胸 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几首诗那样 这个里头不是一个才华的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气魄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坚安峰谷的时候 也讲坚安峰谷是慷慨悲凉 首先他有一种宇宙视角 有一种大的关怀 这个气度带动了他的才华 然后才能让他有那么高的成就 我觉得应该说 没有他作为政治家的这个事实 可能也就没有他作为文学家那个才干 谢谢 孟老师我问一下 历史有没有记载一些曹操的或待人呢 是比较有名比较出名的 那比方说咱们刚才讲三曹嘛 那是曹操之后就是曹丕曹植 都是他两个 这个曹丕曹植都是他的儿子呀 一直到唐朝吧 到唐朝有个画家叫曹霸 曹霸呢他是画马的 对 然后这个杜甫对他评价也特别高 评价他高高到什么程度 第一句话就讲将军卫武之子孙 将军啊你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你是魏武帝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呀 也就是一直到唐朝的时候 这就隔了大概是五百年以后了 五百年以后他的子孙 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是怎样的事情让曹操要不惜大意灭亲 曹操一怒之下拿这五色大棒 把这剪图就活活打死 是英雄还是金雄 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曹操 要是我来评价的话 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是一个英雄 那如果今天我们来评价曹操 或者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 他们来评价曹操 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评价曹操 评价历史人物特别难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明朝 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中兴 他曾经就曹操这事说过一句话 说呀书生轻易种中人 种中孝儿书生气 怎么理解 你们这些书生啊 你们这么轻率的就评价曹操 这已经死掉的人 其实他在墓里头他也会笑 你们这些人说话真是书生气十足 所以呢我不敢说我的评价 我讲讲历史上的评价吧 其实呢曹操在比较小的时候 大家对他就有一个很高的认识 高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知道有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叫乔璇 大乔小乔的父亲 这个就是传说了 这传说他两个姑娘不是大乔小乔 乔璇是太尉 后来也确实有大乔小乔 但是他们是不是妇女关系 按照现在的研究 那年岁差的太远 好像应该不是 反正呢这个乔璇呢 在曹操很年轻的时候 还做小无赖 跟袁绍他们偷鸡摸狗的时候 就说了 说呢现在天下将乱 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比方说曹操出道之后 人们知道的第一件事 就是他杀宦官的叔叔 曹操什么背景呢 曹操是这个宦官的 这个养子的儿子 就是宦官的养孙 宦官怎么能有后代呢 养子嘛 这个曹操的爸爸叫曹松 曹松的爸爸叫曹腾 但是曹腾就是一个宦官 也就是说呢 这个曹松 就是曹操的这个父亲 是被曹腾收养的 这么一个孩子 就是说本来面目是什么 他姓什么 现在其实不好讲了 现在立场有很多说法 但是也没有一个能确定 那这样一个宦官 抱养的孩子 他的后代 当时在社会上 人们会有一种歧视的眼光吗 非常非常歧视 歧视到什么程度 因为当时啊 这个清流啊 儒家的士大夫 跟那个宦官之间 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 所以曹操要想摆脱 这个家庭阴影 是很不容易的 他自己是做了很多努力的 曹操第一个当的官是什么呢 是洛阳北部位 其实相当于现在的 就是首都的一个地区的 公安局局长吧 他不都是这样的一个官 当时只有20岁 到任之后 先在衙门门口 悬了十几根五色大棒 然后就讲 在我手下 所有老百姓 谁犯法 我就拿这大棒打谁 那他说他只有20岁啊 而且这个社会风气一贯如此 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其中最不怕当回事的是谁 就是当时另外一个大宦官 叫简朔 简朔有一个叔叔 叫简图 简图这个人呢 他就 这个 犯在曹操手下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呢 曹操当时是实行宵禁吧 洛阳实行宵禁 他呢 就故意在夜里出来 夜里出来还喝酒 然后曹操把他抓起来了 他说呢 你抓我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至少知道我侄子是谁 我侄子是谁谁谁 说的很嚣张 曹操一怒之下 拿这五色大棒 把这简图就活活打死 其实这个事情是让曹操名声大噪啊 我觉得就是向自己的出身 向自己的血统开刀 当时呢 我觉得曹操一方面 他很有正义感 他虽然是出身宦官家庭 但是对宦官并不感兴趣 另外一方面呢 他很有才华 他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 那社会上怎么样才能认可他 如果他跟宦官表现出很亲密的关系的话 大家只会唾弃他 所以这个时候没落反戈一击 我虽然是这个阵营里出身的 但是我可以做到大义灭亲 所以这一棒打出曹操的名声 后来大家讲曹操的故事 基本都从这件事讲起 那还有哈 乔玄这个人呢 名气还不够大 还有一个名气特别大的人 叫许绍 汉朝许绍为什么名气大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知道 有一个名词叫月旦平 许绍这个人特别喜欢评价人物 每月初一的时候就评价人物 而他的评价当时天下人都特别的赞赏 那乔玄他们就跟曹操讲 我说你好 这不算好 你要是能得到他预计评价 那绝对天下人都会重视你 曹操就三番五次的去找这个许绍 说你给我一个评价吧 给我一个评价吧 许绍就是不说话 后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人说曹操用了非常卑鄙的威胁的手段 反正就抓住许绍必须做评价了 许绍说了一句话 叫做君是清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 要是在平常社会 你这人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如果遇到乱世的话 我相信你就会乘风而起 你是个英雄 比方说袁绍当时也是一番豪杰 曹操也是一个豪杰 两个人从小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就玩到一块 十几岁的时候两个人一块玩 但是也就从那个时候 两个人开始互相就打起来了 为什么打 怎么回事 这个说起来是都不是好人 什么事呢 十几岁的男孩子 现在也是青春期 很让人头疼的年代 那时候也一样 曹操言 都十几岁的时候 两个人一块玩 实在什么都玩够了 有一天忽然看见一个人家迎娶新娘 咱们现在人结婚 我不知道您那怎么样 我们老家那边都是在上午就接新娘 我们也是 但是唐朝之前都不是这样 唐朝之前都是在傍晚接新娘 所以傍晚接新娘 他们两个玩 看到人家把新娘接回去了 天也黑了 然后就曹操就出了一个鬼点子 说咱们给他们制造一个麻烦 什么麻烦呢 咱们去偷人家新娘 现在这也太大了 就是偷东西行偷新娘 怎么偷呢 他们俩跑到人家院子里 趁乐喊了一声 有贼呀 然后就制造一片混乱 那当然这家里再娶新娘子 也得先追贼呀 大概就都去追贼了 这时候他们潜入洞房之中 把人家新娘就给俘虏了 就走了 走了两个人就裸这个新娘 就往外跑 袁绍呢 腿脚没有曹操利落 一下子就绊倒了 绊倒在一片荆棘之中了 那些东西挺扎人的 袁绍就说 兄弟呀 你来救我吧 我是逃不出去了 一会人家回来 就该抓我了 曹操怎么办的 曹操大喊一声 贼就在这儿啊 太坏了 然后拉着新娘 往另外一头就跑去了 好 这时候大家就寻声而来呀 曹 这个袁绍眼看就要被抓住了 当然人在这时候 紧急这个能量就迸发出来了 也顾不得疼了 从这个荆棘层中拔地而起 也逃跑 这小孩小的时候是够调皮的 但调皮之中呢 显示他一定的创造力了 没准这孩子长大之后 遇到合适的机缘 自己再修炼修炼 也能成事呢 还有一个评价特别有趣 是什么评价的 三国志里的评价 三国志 讲当时的历史最正统的一个史书了 讲曹操 他是讲 智世之能臣 乱世之英雄 你看他跟许少不一样 许少呢其实可能受点威逼什么的 心情挺不好的 说你是清平之奸贼 但是到三国志不一样了 说如果是出现在一个好年头的话 你是一个能臣 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一个大臣 那我们看他这个杖杀 这个简寿的叔叔简徒 就可以看出来 确实他真正走上仕途 未必像小的时候那么不懂事 那么淘气 他可能还是一个有眼光有能力的人 说明这个人啊从小就是很有原则的人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包括他后来以法治国 他的颁布的各种禁令 也是非常严明在执行上 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割下带首啊 就是曹操的事情嘛 曹操打张秀的时候 那是接安初年了 接安三四年的时候去打张秀 当时呢他就跟军队宣布一条纪律 说我们打仗可以 但是不要糟蹋老百姓的庄稼 当时老百姓正中麦子 麦子快熟了 我们从麦子旁边过的时候 要扶着这个麦子走 不能把这麦碎给弄倒在地上 然后他部下呢 都小心翼翼的扶着麦碎走 可是正好这时候呢 天上飞过来一只鸟 就惊了曹操这匹马了 然后曹操的马呢 一下子没勒住 就践踏这个麦田 跑了一路 然后才终于停下来 把麦子踏倒了好多嘛 曹操当时讲了 我的军令是 谁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麦子 我就割掉他的头 现在我得自杀 然后当时呢 手下的人说 这不可思议啊 你是我们的头啊 你自杀我怎么办呢 然后曹操说不行 我呢虽然说 你们说的这个原则我同意 我要自杀了 你们就没办法了 我确实不能够把自己杀死 但是呢也不能不惩罚 不能不惩罚怎么办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割下来了 然后扔在地上 说我也惩罚了自己了 这事我们今天来看 好像觉得绝不出他的意义来 说这个很投机取巧的一个做法嘛 你说的是 这个就杀头 结果你割下头发 割头发算什么呀 这是今天人了 中国古代人绝不是这样想的 中国古代对头发的感情太深了 人之发福 兽之父母 不敢毁伤 对所以你这清朝的时候 剃发令 那有多少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 就就让这个清兵来杀死自己啊 曹操那时候观念也是那样 他所以砍掉头发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到的行为 是对自己的一个极大的惩罚和极大的羞辱 那曹操能够执行法令 严格到连自己都不侵扰这个程度 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和为财事举放在一块 并行的作为曹操为什么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要素来考虑 其实我们要是如果公正的评价 公允的来说 他是一个英雄 是一个英雄 那个年代能够统一北方 首先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统一意味着什么 统一意味着和平 就像我们刚才讲了 蔡文基那样的才女 那个时候可能被俘虏 可能成为奴隶 而曹操通过自己的奴隶 至少把北方安定下来了 蔡文基可以回家了 农民可以种地了 战士也可以休养生息了 不至于说像他事里讲的 这个铠甲生机是万幸已死亡 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了 然后才能以这个作为基础 后来统一天下 到西进的时候 天下终于统一到一体了 所以我想曹操是对中国历史 做出过正面贡献的一个人物 要是我来评价的话 我还是愿意相信 他是一个英雄 好 谢谢 谢谢蒙麦老师的解读 节目今天到这里 我们请您到这个讲台前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 可以提供提问 有请 老师你好 我想问问曹操 就是身边 有没有一些真正的知心朋友呢 郑主家有多少知心朋友 不敢讲 但是我觉得跟曹操 当时最知心的应该是刘备 为什么呢 青梅竹酒论英雄嘛 说天下英雄是谁 曹操说呀 天下只有两个英雄 一个是我 一个就是士君民 我觉得人 你说怎么叫知心英雄 能够在一个层面考虑问题 并且彼此都知道对方的重要性的 哪怕一辈子再打 可能也会惺惺相惜 那话又说回来 如果他不在一个层面上 哪怕是天天在一起 就像那个故事讲的 曹操那个侍者 曹操就跟他讲 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杀人 你不要靠近我 这侍者一看他被子掉下来了 还去给他盖被子 结果一箭被他杀掉了 后来杨修还说 那是士君 就是曹操不是在梦里 你是在梦里 那样的人也不真的了解他 所以我想英雄应该有英雄的朋友 虽然现在离东汉末年 那个礼崩月坏的年代 以及相去甚远 但是今天当我们解读曹操的时候 依然可以从曹梦德的身上 看到他对文学的热爱 对事业的忠诚 以及对人才的爱惜 我想总有一些优点 可以被今天的人们所汲取 文明之旅文化之旅 感谢你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